下面介绍IC系列的操作系统参数功能 首先按这个防止进入仪器的主画面 点系统参数 系统参数里面有时间日期设定 这个一般通用的设定 校正提醒功能 就是仪器每年可以设定一个校正提醒的日期 主要是硬件设置 硬件设置里面有很多参数 第一个是智能接地中断功能 就是我们环玉电子的一个专利功能 可以设置一个中断电流 当仪器检查到高压对大地有一个超过0.5毫安的漏电流的话 仪器会中断输出 这个远程控制 当打开的话 这个前面版的测试按键就失效 需要采用后面的遥控端口 接一些脚踏开关 PRC控制等等 单步测试 就是如果设定多个测试步骤 需要测试一步 按一下测试按键 如果关掉的话 就是连续测试 从第一步自动测到最后一步 如果打开的话 就是测一步 需要触发测试一次 测试 失败中止 如果 比如说设定了多个测试步骤 测试到中间步骤 出现不良 如果打开的话 就是立刻停止 如果关掉的话 就是测试到不良 继续向下测 最后结果也是不良的 这个是量测值的 可以设定有效值和平均值 这是232通讯的一个伯特率 可以设定三个选择 9600 19200 38400 步骤不断电 就是测试两个相同的高压 高压项目 比如说支流高压 或者交流高压 从第一步切到第二步 是不是需要断电 如果关掉的话 比如说第一步测试1000伏 第二步测试2000伏 那从第一步到第二步 如果打开的话 不断电 就打开的话 就是第二步是直接从1000伏升到2000伏 而不是从0伏升上去的 这个屏幕保护 屏幕刷新 然后清除复位等等 这是ARC的检测频率 有30K到150K的两个档位选择 控制模式 就是可以兼容之前 还以早期的一个仪器 一般选择SE模式 最新的仪器的模式 条码设定 就是启动条码扫描测试 这个操作比较复杂 这个详细可以参照 仪器的说明书 这个是测试结果设定 就是测试数据 可以存储到仪器的内部记忆组 一般可以存储10万笔 也可以选择存到油盘上 这个地方需要插一个油盘 等等设定 这是硬件设定 然后使用者接口里面 有测试结果是显示最后的一步 还是显示一个全部的测试数据 还是显示屏幕显示一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合格 或者失败的一个制服 可以跟你选择 这是触摸声音 要不要打开 报警音量 这个语言设定比较重要 我们这个仪器有三种语言 英文 繁体中文和简体中文 这个开机信息 要不要继续停止 开机组画面 硬件按钮 硬件按钮 代表就是这个方向键 自动保存 就是设定的参数 如果修改了电压 什么测试时间等等参数 会不会要求要自动保存 一般要自动保存 如果关掉的话 就是每次修改参数 它会提醒你参数被修改 是否保存 这是测试颜色 一切颜色 然后系统参数 还有一个就是信息 可以显示这个仪器的型号 序列号 然后版本信息 以及我们的服务联系电话